天晴不在吗 我刚好要拿报表给他 总经理不在 报表给我吧 不急 其实我心情有点不好 想要找你聊聊 怎么了 工作上遇到什么事 我心情不好 都是因为你 我 我 昨天晚上 我明明只有约你来我房间 为什么你要在天晴 报传打有误会 总经理也在比较好 你是故意的吧 有什么好故意的 我是公事公办 还是你害怕跟我赌注 为什么要害怕 既然你不害怕的话 为什么要一直往后推 你 你已经造成我的困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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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什么啊 我要你生生生世世的活在困扰里 永远感觉不到开心 感觉不到快乐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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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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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吧 没关系 我刚吓到你了吧 放弃 是我太突然了 那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不过 你刚刚马上就来扶我 代表我还是有机会吧 没有以后 抱歉 有些事情不能勉强 有些事情不能勉强 但是有些事可以 有些事不能勉强 但是有些事可以 所以 我知道如果我不主动争取 我喜欢的东西 那永远都不会是我的 包括我喜欢的人 我觉得老天爷真的对我很好 让一个神下来保护我 就算我知道 有一天你会离开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可以认识你 和你经历很多事情 那已经够幸运了 其实真正幸运的是我 你乐观 又善良 即使一直被欺负 但始终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善意 认识你 是我在凡间 遇过最美好的事 听你这样说 我就可以更放心 讲接下来的事情 我知道你一直叫我 不要信任学长 你说的话我都有放在心上 但我真的觉得 学长他蛮可怜的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 无所谓 反正只要我在你身边的一天 我就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可以让我赚一点你的仙气吗 你应该没有那么长期吧 你应该没有那么长期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